中華館政府配合衛生好日報 登校2.0的政策 在六港老五老基金會六港服務中心 是來設立中華館照顧者 支持服務機店 中華館中恩惠美 在今天是來出席收白衣室 未來中逃過國安管理模式 並且基盤所要活動 跟照顧基卡訓練頂頂活動 來減輕家庭照顧者的負擔 六港家庭照顧者 支持服務機店 是由老五老基金會選擇 透過家庭社區關懷基點燃料 共華典方選党的模式 期待慢慢建立家庭照顧者的社會 和生理支持的忙碌 以建立家庭照顧者的服務支援 提供支援的使用率 減少家庭照顧比喻的發生 並且提升基加照顧服務品質 我們也看到很多社會的問題就是 照顧病人十個之後 變成照顧人生病了 甚至走上不歸路 所以說我們才成立所謂的 家庭照顧支持者的一個單位 就是希望說 第一 提供給病人有好的居服服務 第二 我們有一個相關的課程 或相關的幫站照顧的人 讓他知道他遇到問題 有這個單位可以來替他解決問題 管建府做他們的派國 讓他們在照顧的過程中 可以見到這個有意外 那我們在我們的服務安排上面 除了提供我們的這些的家庭照顧者 一些喘息的活動 你可以多出來 比如說我們辦一些旅遊活動 或者一些課程 讓我們的家庭照顧者 可以走出他的家庭 來做一些參與之外 我們也會提供這個 照顧技巧的諮詢 因為我們很多的家庭照顧者 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壓力 就是他可能照顧技巧上面 比較不懂 特別是那種沒有用正式的服務 進入到家庭的這種家庭照顧者 那我們就會有派我們 比較資深的這個照顧人 來提供一些照顧的一些 技巧的一些教導 館長之外 透過家庭照顧者的 得完即是何不方案 期待媽媽建立家庭照顧者的社會 和心理即期的忙碌 讓照顧者和受照顧者 不會覺得孤單 並且可以帶來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新中華新聞 創中青六港 彩虹報道